近日,梅根再次因为掩盖黑人特征而引发了舆论的轩人大波,这位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似乎又惹上了麻烦,或许是因为她的新造型,或许是因为她再一次选择公开出镜,不论如何,她的出现总能激起各类话题,这一次也不例外。 对于一位长期处于公众视线中的名人,尤其是皇室成员或曾经是皇室成员,外貌和形象似乎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审视,而这次梅根的发型成为了众人批评的焦点,照片中的她穿着简约的白色毛衣与海军兰夹克,似乎在低调之中透出自信与优雅,然而,注意力却没有集中在她的穿着上,而是她那干枯毛躁的发型,这并不是梅根第一次因为外貌问题引发争议。 众所周知,梅根的母亲是非裔美国人,她本人也曾经多次被讨论为混血王妃,然而,令人惊讶的是,她似乎一直在尝试掩盖自己的黑人特征,尤其是她那天然卷发的质地。 根据媒体的爆料,梅根为了保持她标志性的黑长直发型,每次做头发都需要花费长达七到八小时,有人认为,这种对自身形象的过度关注,尤其是在掩盖黑人特征方面,或许与她对身份的认知,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毕竟,在她的公众形象背后,是否隐藏着一种无形的压力,使她不得不迎合某种固定的审美标准。 毫无疑问,梅根再一次成为了媒体的宠儿,无论她是为了推动二初遥基金会的项目,还是仅仅为了保持曝光率,她的出境总能引发讨论。 有评论指出,梅根爱出风头的特质从未改变过,每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,她总能找到一个理由,这次也不例外,细细分析她的每一个举动。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梅根的一种策略,作为一位曾经的女演员,她深知如何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塑造形象和话题,与其说她为了流量,煞费苦心,不如说她已经掌握了如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保持公众对她的持续关注。 毕竟,在这个时代,谁能牢牢占据话题的制高点,谁就能掌握流量密码,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,作为苏塞克斯公爵夫人,梅根的身份似乎一直游走在演员与王室成员之间,她到底是在以前女演员的身份吸引眼球,还是在作为哈里王子的妻子树立皇家形象,这次的出境,又是在为哪一面服务,不仅仅是发型,梅根的大钻戒也成了讨论的热点,照片中的她自信满满地举起手。 展示那颗耀眼的大钻石,虽然当天已是晚上,但戒指的光芒依然引人注目。 看着这颗奢华的珠宝,媒体不禁调侃,梅根是不是在得到曾祖母的遗产后,立刻开始享受了? 当然,梅根有炫耀的理由,哈里王子年满40岁,成功继承了伊丽莎白王太后的皇家信托基金,总金额高达700万英镑。 对于一对曾公开表达经济独立的夫妇来说,这笔巨额财富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后援。 可以想象,作为哈里王子的妻子,梅根自然也受益匪浅,她展示钻戒的举动,是否是一种无声的宣告?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,他们的生活依然风光无限,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比,尽管梅根带上了再华丽的钻戒,却似乎无法超越她心中的蓝宝石。 据传闻,那枚原本属于哈里继承的戴安娜王妃蓝宝石戒指,后来被哈里与威廉交换,成了凯特王妃的定情信物,而梅根对此显然不太满意。 对于这位公爵夫人来说,泼泼戴安娜王妃留下的遗物,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,尽管她拥有自己不菲的珠宝收藏,但她依然对戴安娜的传承念念不忘。 梅根的行为背后,实际上折射出了一种复杂的心理,她既渴望独立,又无法完全摆脱王室的阴影,无论她多么想摆脱王室带来的束缚,她的生活始终与王室二字紧密相连。 她选择公开出镜的每一次机会,都伴随着媒体对她身份的质疑与审视,这不仅仅是梅根个人的问题,也是现代社会中混血与身份认同问题的缩影。 作为一个混血儿,梅根从小就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,她既想融入白人主导的主流社会,又无法完全割舍自己身上的黑人血统,而这种矛盾,随着她嫁入英国王室,变得更加尖锐,她努力保持一种中性的外貌。 试图迎合某种既定的美学标准,但这种努力似乎反而引发了更多的质疑与嘲讽。 梅根的未来,或许依然会充满争议与挑战,无论她选择继续通过媒体获取曝光, 还是转向更加低调的生活,她的每一步都将受到外界的审视。 对于公众来说,梅根的故事远未结束,而她究竟能否成功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形象,这将是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话题。 在这个舆论瞬息万变的时代,梅根无疑是最懂得如何运用媒体力量的公众人物之一, 但这份聪明是否会带给她真正的幸福和满足? 这个问题也许只有她自己才能回答。 此外,威廉王子与哈里王子,这对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,如今关系破裂,且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, 据每日野兽报道,威廉对与哈里的和解毫无兴趣。 尤其是在哈里公开回忆录被用后,她认为弟弟的爆料是不可原谅的, 这个未来的国王早已拉起吊桥,彻底斩断了与哈里之间的联系。 自从哈里宣布与王室分手后,她不仅搬到美国生活, 更通过一系列采访和书籍,揭露了王室的黑暗面。 在哈里的叙述中,父亲查尔斯王子冷漠,匿名的王室成员涉嫌种族主义, 而自己和妻子梅根在面临心理危机时没有得到任何支持。 这些爆料犹如在王室的圣坛上点燃了一堆大火, 而火势随着哈里的备用出版愈加猛烈, 哈里自认为是揭露真相的斗士, 但在威廉看来,弟弟的行为无异于背叛。 消息人士透露威廉在目前的王室事务和家庭压力下, 根本无暇顾及与哈里的复杂关系修复, 尤其在凯瑟琳最近被诊断出癌症后。 威廉的重心完全转向了妻子和家庭, 他根本无心去处理哈里带来的额外麻烦, 这一局面让和解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, 王室本是一个高度隐秘,神圣的机构。 然而,哈里通过自己的公开言论, 把家族内斗搬到了全球公众面前, 从对种族主义的指责到家庭矛盾的揭露, 哈里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, 解构了公众眼中那个庄严而神秘的王室形象, 公众议论纷纷, 有人支持哈里的坦诚, 也有人认为他的举动太过激进, 而在威廉看来, 弟弟的这一连串举动不仅损害了家族名誉, 也彻底断送了两人之间的兄弟情。 除了家庭内部的纷争, 威廉还面临妻子凯瑟琳的健康问题。 据报道,凯瑟琳最近被诊断出癌症, 正在积极接受治疗, 威廉身为丈夫和未来的国王。 必须在这个充满压力的时刻平衡多重角色。 他的朋友透露, 威廉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妻子和孩子身上, 对于哈里引发的种种戏剧性冲突, 他已然选择了冷处理。 哈里与梅根放弃王室职责, 搬到美国后, 迅速与媒体达成了多项高额合同, 尤其是与Netflix签署的内容制作协议, 不仅带来了丰厚的收入, 也让他们继续在全球媒体中保持曝光度。 然而, 这样的高调生活方式并未让哈里与威廉之间的关系缓和, 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。 哈里以揭露王室为代价, 换取了自己的新生活, 但也因此失去了与家族的信任和联系。 哈里的指控尤其触及了王室的核心, 梅根作为混血公爵夫人, 在加入王室后遭遇的种族歧视问题, 令王室的种族历史备受质疑。 哈里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了对家庭不公的愤怒, 而威廉则保持沉默, 这种沉默并非没有意义, 它是威廉应对复杂局面的策略, 旨在避免让家族纠纷进一步公开化, 但同时, 这种沉默也在传递出一个信号, 威廉选择优先考虑王室的长远利益, 而非兄弟情义, 尽管外界对兄弟和解抱有一定希望, 但王室内部的紧张关系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。 消息人士明确表示, 威廉对修复与哈里的关系毫无兴趣, 认为和解并非当前的优先事项。 事实上, 哈里的爆料让威廉感到深深的背叛, 双方的信任几乎彻底崩塌, 即使表面上的生日祝福和偶尔的互动, 更多是出于维持王室的形象, 而非出自真正的情感交流。 作为未来的英国国王, 威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 不仅要应对父母的年迈和国家事务的繁忙, 他还需要为未来的王位做准备。 在这种情况下, 哈里的频繁指责和攻击 无疑让威廉的负担加剧, 哈里对家族事务的揭露 无形中削弱了威廉的公众形象, 但他似乎选择了已经制动。 对于一个即将登上王位的人来说, 家庭内斗或许是他最不愿面对的问题, 而哈里的攻击无疑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。 从曾经共用一间卧室的亲密兄弟, 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对峙, 威廉与哈里的关系已然走向分崩离析。 哈里或许希望通过公开发声, 寻求家庭的关注与理解, 但在威廉看来, 这样的举动只会进一步撕裂他们的关系。 随着两人的矛盾加剧, 威廉选择了专注于自己的责任和家庭, 将哈里彻底排除在外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你对王氏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 我们一起探讨。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。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